四顆有志 售出手中罰票 把四顆青森蘋果帶回家 連鎖賣場在全臺 一年銷量超過一千噸 十月正式產季跟銷售 檔期與日本青森縣政府再度合作 我比較喜歡吃那種 清脆的蘋果味道 所以還是會學日本的 日本蘋果一半以上 來自青森縣是日本第一的產地 四季分明日照充足 有利於蘋果生長 臺灣是最大出口地 總量三點四萬噸 日本大約七成都到臺灣 鏡頭轉到國內 臺灣蘋果的產季 大約落在八到十一月 其中最常見的 最有名的就是蜜蘋果 蘋果蜜線的行程 因為種植地在高山 日夜溫差大的環境刺激而成 口感清脆 也是國人最愛 我要吃臺灣的 我要吃很少吃日本 因為日本的太貴了 都支持國產 國產蘋果主要外銷國家 有新加坡 香港 澳門 一百一十二年還增加了帛琉 現在持續開拓新市場 蘋果香甜老少皆宜 獨特魅力 不管國產進口都備受歡迎 三立新聞 蔡宇居小環 SNG小組 台北春風報導